女人花花 嗨 歡迎大家來到追集的女人花花世界 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跟大家聊感情 可是我知道我超級多女粉絲 最想跟她聊就是愛情啊 因為我都說愛情這種東西 就是人生完全沒有辦法掌控的事情 所以大家應該也是跟我一樣 就覺得愛情真的是非常難掌控 然後講到愛情呢 我們就會想到一個指標性的人物 就是我們今天的來賓之夜 我們歡迎女娃 嗨 花花好 大家好 我是女娃 我們就見到她了 從我以前還是學生之後就看她的書 妳不要說從小看我書長大 從學生大學時期等於 然後再來我們第二位來賓就是我們Selina 嗨 今天是好姐妹的聚會 對 聚會 然後大家就是跟我們一樣輕輕鬆鬆來聊愛情 然後為什麼她們兩個今天會鬥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她們兩個剛好同時都出了書 還好我們沒有跟她們兩個打到的意思 沒關係 大家一起來 就是大家一起來拿著書 然後我又把我的書這樣 那你們兩個最近可以介紹一下你的書嗎 女娃 喔好啊 最近剛出版是那個 有點 我剛剛看了一下有點長的書名 對 有點厚可以搭行那些在情海中浮沉的 你這本書應該寫蠻舊的吧 對 我一年一本 然後這本書是美好的愛是先給自己幸福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女生要先給自己幸福 而不是去跟別人要幸福 可是很多女生都會有這種迷思 她們會覺得很像咬一個救贖者 然後就是還會聞到那個人 她們她就可以給我幸福 在這個時代已經沒有救贖者 這個角落 這個真的 好多女生還有這個迷思 對 真的 好 下一位 對 所以Selina妳的書是 一條運氣對不對 我現在還沒有打到 還沒印好 有這個 長得這樣 有封面 我們的書是那個 我們跟那個女人幫跟那個插畫家 克里斯多的聯名創作 然後有妳就是最美的插畫 好浪漫喔 對啊 其實這本書很有趣 它是一個 就是很多粉絲寫性格 我相信女王應該也常常常 我每天都雪變般飛來的感情問題 我們說男朋友劈腿啊 然後男朋友小三或是她失戀怎麼辦嗎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女生在愛情中那麼苦怎麼辦 我就想說 可不可以寫一本書是療癒她 陪伴她 陪她走過愛情的不同階段 對 然後成為她的好閨蜜 然後讓她從 就是 失戀中 或是失敗的愛情中 再站起來 然後可以找回自信 找回更愛自己之後呢 可以找到愛的勇氣 那我們兩本書可以一起買 對 剛剛好 所以這本是等於說你出文字 她出畫 對我們出文字她出畫 因為我們一直想要 想要 因為我覺得圖畫跟文字都會療癒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我們可以來做跨界的工作 那我就跑去找特定斯哥 我也那時候還不認識她 欸她也是我讀者欸 對啊世界真是小 真的 大家都是你的讀者 對 大家都是讀者 我那天還有那種小學六年級 就開始看我的書 小學 六年級也談戀愛了 對 對 欸女王的書是不是 我覺得太 對我覺得太 就是今天呢 你看我女人畫畫世界 就有鼓勵就是 你在下面留言說 女王的新書 叫什麼名字 這也太簡單了吧 對啊 美好的愛是 先給自己幸福 然後你會抽出三本喔 三本 然後你記得 被抽到拿到書 然後可以在你的Facebook上 分享幫她打書 就是你拿到書的那個 對啊 然後書已經賣得很忙 但是 沒有啦沒有 還好很好 可是像聽說像去年的那個出版啊 比前年整個消了一半 所以其實現在舒適還是 我們還是要辛苦 雖然這是結晶耶 你們現在還願意 寫書有多辛苦嗎 對寫書很辛苦 對 所以大家請支持一下 我看過這個書 妳看完了 妳看完了 因為女王那天跟我做完辦 對 然後她就送給我 啊我那個禮拜五 不然是禮拜四的禮拜五 妳一天就看完了 妳一天好像就看了 這麼厚耶 一天好像就看完了 妳見多好看 謝謝 那女生真的很有幫助啊 就是我覺得女王的 女王她的文筆就是 我覺得她這幾年更喜戀的 然後她更溫柔 然後讓女生就是看她的文字 會找到更大的信心 對 然後會更愛自己 然後會明白說 其實這世界上的幸福 不是只有男人可以給妳喔 真的 等於說這個是比較堅強性的療癒 然後妳就是比較溫柔性的療癒 對兩者都要 好 那今天我要來跟 就是花粉 還有跟 就是你們兩個來玩一個心理測驗 就是 如果 你們今天就談戀愛類 有男人的狀 我們最喜歡玩心理測驗了 對 就是妳看出 就是平常還有包裝 我現在就假裝不了 妳是什麼個性的人 然後 就是如果你現在有男人的話 然後妳跟男人睡覺的時候 會呈現一個怎麼樣的姿態 然後就是有五種 你們 你們會選 你們會哪一種 五種 其實我都看了這個題目 我覺得還蠻妙 但是我覺得 我選自由式欸 妳喜歡自由式嗎 還是不得不的自由式 沒有 因為一開始都會交纏在一起 兩個會疊在一起 然後就是覺得床太大 但是我覺得睡久了之後 妳會慢慢發現說 其實 睡得舒服比較重要 對 所以各自找到各自覺得 舒服的姿勢睡 所以這樣就好 嗯 我愛 我其實愛那個 湯匙 我喜歡湯匙 我喜歡大家小公主 所以男生從後面包住 是妳從後面還是男生從後面 當然是男生 她那麼小一隻 很會抱住 喜歡被男生抱住 超級有安全 就是妳當抱枕的意思 對 我喜歡男生把我當公主 然後把她的頭又放在這裡 然後還可以對妳的耳朵 其實我很愛一種 我很愛一種是五尾熊式 就是妳把他當樹幹嗎 對 而且我很愛就是 譬如說 那個男生啊 坐著 然後我像五尾熊一樣 坐在她身上 哇 我這樣 太遺忘了她 哇 那妳咧 我最喜歡的是衣衛師 衣衛師是什麼 第二個 就是男生這樣 然後女生就是 我跟你講一開始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老公就把我吹開說很熱 因為是怕熱的男生 我運不起來怕熱的男生 很會流汗很熱 對 然後到最後就真的會變成 你的那種自由式 就是開始舒服 所以這個應該跟熱戀時期 跟老婆老心應該有關 那最後可能就背對背吧 沒有更慘更慘的是分房水 好的 真的 我們說中了 那大家就在下面留言說 妳是哪一種 然後最後的話 會幫大家解答說 就是妳是哪一種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心理測驗 對啊 為什麼 這個就是可以看得出 妳在愛情裡面的態度是什麼 然後看彼此的關係 所以像剛剛Selina 她是喜歡那種湯匙的事 就是喜歡被那種男生 從後面這樣抱住的感覺 其實就是 她應該是蠻 她應該是蠻需要安全感 然後需要那種被愛 需要被愛的感覺 那現在妳有覺得妳在感情裡 是屬於有安全感 是沒有安全感那一種 還是妳覺得看狀況 我覺得看人欸 看人 我覺得看人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很確定 好的伴侶會讓妳有安全感 好的伴侶會讓妳有安全感 而且我覺得齁 好像妳大概在超過30歲之後 妳對妳自己更有信心的時候 妳會覺得就是我很好啊 對 然後我不需要去一直去緊盯妳啊 反而妳應該擔心說我被人家追走 追走 對 所以其實安全感跟 身上女長的安全感跟自信 其實是有很強大的關係 對 那女王呢 妳覺得妳 對 妳現在應該是超級有安全感嗎 我們剛剛還在說她怎麼就是 嫁對好老公之後整個人就是在外面 但是我跟你講我20幾歲的時候 超沒安全感的 我懂 對就是我小時候 我一定要說30歲以前是妳都是小時候 小時候 然後我會去看男朋友的手機會偷看 然後會去 會去查到沒有 我還會翻她垃圾桶 我真的要翻 我真的有病嗎 妳是要翻什麼啦 妳要翻什麼 但是我是該看到的東西 我是要看那個 是喔 什麼用過的東西 對 但是我是覺得說幹嘛要這樣 就明明就是我們 因為愛錯的人 所以才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不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選到一個 妳值得信任的人 妳完全都不會想查她 我完全不會 所以妳們現在 像妳們現在的關係 我覺得很多人們也有好奇 像妳們現在的關係是 妳們是很開放可以進入 就是妳們也可以自由看 只是妳不想看 還是妳們就是保有各自的 完全不想 像我都知道我老公的手機密碼 但是我 我從 完全沒有結婚 快三年從來沒有想看過她的手機 天啊 那就是真的在一個很有安全感的狀況 就很信任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是互相信任的關係 所以她也不會來查 我也不會查她 我覺得這就是成熟人的愛情啊 對 可是我覺得那是因為妳遇到好老頭 如果今天真的是 有些女人 她的男朋友或是好老公 她真的是 就是沒辦法給她挨斷 對 女生的那種不安全感型 她一定會一直想要說 妳到底有沒有騙我 其實那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妳就會越活越沒自信心 對 然後當又看到什麼的時候 就更難過啊 就更難過 然後下次就會拿這個 來當作自己的解藥一樣 對 太辛苦了 所以我覺得最完美的狀態 就像妳講就是 我願意讓妳看 妳也願意讓我看 可是我們都不想看 不想看 對 但是也是要經過一些歷練 對 但是 如果這樣子 大家二十幾歲的時候 都做過很多傻事吧 一定有啊 有啊 對 妳是撿過垃圾頭 對啊 妳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印象 還是自動刪去這個記憶 太可怕 我印象中 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我做過最傻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 我的男朋友 他 就是他 回去找他前女友 但我還原諒他 天啊 這個我覺得 原因是什麼 就是妳常常問妳嗎 他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我 求妳幫了他 去跟別人女生在一起嗎 就是 他本來是 就是 就回去吧 然後他後來就覺得 就是還想跟我在一起 就是兩個都想要 然後呢 沒有沒有 他那時候說他已經斷了 然後就跪在地上 就哭哀求我這樣子 然後妳覺得就是 他還害我 就心軟 就心軟 對我懂 我看到男生哭啊 什麼我也是 以前很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這種一次就好 如果他再第二次 那就是雷伴 對他就是等於會擺出來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妳跟他 就是他曾經劈腿一次 或是 妳們覺得妳們不適合 然後再給他一次的機會 其實都是浪費時間 會傷害自己 對 而且妳在 妳原諒之後 妳應該有變得更沒安全感吧 就是很疑心 其實我 我本來覺得 還好也 可能因為發生這件事情後 其實也沒那麼愛他了 喔 心已經死一半了 把他讓很多的重心 放在工作上 然後到最後他覺得說 他的女朋友可能 就是譬如說 我每天都在工作 然後生日的時候 他買蛋糕給我 然後我在加班中度過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好像 他的小女人變女強人 然後就覺得不是 他就會覺得 那有反而他變得更沒安全感嗎 就覺得說 你怎麼跟以前不一樣 我覺得他不是變沒有安全感 他是會覺得說 為什麼 你以前愛我的 程度跟現在 已經不一樣 差不多 但我會覺得說 可能你慢慢長大 你就會覺得 我的世界不是只有愛情啊 你的世界還有我的夢想啊 我的工作啊 我在職場上被肯定啊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他也不過你生命中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真的講到 因為很多女生他們就是 我不管工作 我不管家 千萬不能這樣 千萬不能 世界全部就只有愛情 不能不能嗎 真的 就是等於我們很常講 把雞蛋糕拖給你 而且我發現 當你太愛一個男人啊 愛到沒有自我的時候 他就不會愛你 真的 真的是一個不變的 就是很奇怪啊 因為他會有壓力嘛 因為他覺得說 你每天好好 你幹嘛照三餐來問在幹嘛 你什麼都配合他 然後都沒有自己的意見 對 他就覺得 有時候他就覺得你是個壓力 是個負擔 對 不要說男人啦 如果我們今天一個女人 他完全 一個男人沒有自己的事業 很可怕 他就黏著你 他什麼事情就是只有你 然後就是黏住你 我覺得我們女生 自己都會覺得很可怕 所以還是要有一些 自己的空間跟對 像我以前我自己是 我超級沒有安全感到 我很怕男生 會跟別的女生 聊天或是有聯絡之後 他就愛上別人 那種十八十七八 對你自己也超沒自信的 以前 對 所以那時候我是會檢查 他的手機是 他的手機不能有 任何一個女生的電話 太可怕了吧 我以前平均人操 我是會把手機丟到他臉上說 為什麼會有女生傳訊息給他 可是他其實只是很普通的那一種 同學問他問題 就是太過頭了 對太過頭 可是我覺得說如果不是你們平常 常常聊天 他怎麼可能會傳訊息問你 他怎麼會去問別人 對 所以其實就是一種很沒有安全感 可是我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其實真的是來自於沒有自信 對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會不夠好 好像會 對 覺得好像隨便一個女生就可以取代你 對 所以 像你的心書應該也很常講到說 就是 像說本應該就是 先給自己幸福 其實就是你要給自己自信 然後 對自己好 對 活出比較豐盛的樣子 就是不要 我就說愛跟安全感跟幸福 是不要去跟人家要的 對 要來的東西很容易 他不給你就沒了 真的 我常跟人家說 我都覺得要來的愛不是愛 對 你討來的都不是愛 就是拜託你愛我 拜託你不要跟別的女生聯絡 其實那都 要來都不是 對 所以 其實女生只有讓自己過得好 讓自己有自信 讓自己快樂 讓自己幸福 我覺得男生就追著你跑 真的男生會追 是 不過其實這時候也要幫一些女生講話 就是 他們可能 因為我們應該都算是 因為可能就是在自己的事業 或自己的工作 然後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們都應該還算有自信的女生 可是 如果真的 有些女生可能跟我們一樣 他們 其實很多女生都是 世界裡強人 可是在短情上就是一塌糊塗 然後就是 套一句 丹妮表姐講的都是 小陳美鳳 小陳美鳳 這個 男生還兩師 對 所以就是很多時候我覺得 男生其實 這次都要跟男生粉絲等於是 你們也要懂得給女生安全感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假如說安全感是一個原因 可能一半是來自於我自己 我必須把我自己這一半給填滿 就是 就像剛剛說的 我對我自己好 然後我懂得自己要什麼 然後讓自己活得更自信 可是 如果你這方面做到 可是你的男朋友就是 一直 不給你安全感 喜歡跟女生沒有界限 那好安眉 那你真的就是會 還是會難受 所以選擇很重要 對 所以男生你還是要給足 女生的安全感 然後女生你也要給自己的安全感 我覺得這就是夠不夠愛耶 真的就是夠不夠愛 你夠愛一個人 你其他人的人根本就會垃圾 對啊 沒有啦 所以你根本不會去care其他人 我聽過很多那種在婚姻裡面很幸福的男生 他們都說 當我決定娶這個女生的時候 我等於就是對其他女生say no了 他們的問題 對我來說就是不會有任何的 就是遺憾 遺憾 可能有時候還是會像朋友一樣聊天 可是他們對我來說真的是已經沒有任何的 對啊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等你就是不想玩的時候再結婚 對 就是你真的心要定下來的氣候 對啊 那聲音仔你有覺得像你這樣子 經過這樣二三十歲四十歲的那個歷程之後 你的安全感有 你有覺得有什麼招可以培養安全感嗎 其實我覺得一個就是 讓自己的世界變大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有魅力 然後更有魅力應該就是說 不只是外表 內在 然後就是讓自己 就是我覺得像法國總統 她那個現在第一夫人 她那個超立志 她超立志 你看 你到六十五歲都還可以嫁給法國總統 所以我希望自己維持在好的狀態 對我覺得女生齁 其實千萬有個女生 女生有個很大的題目就是 不管你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不同的年紀有不同年紀的美 所以你不用覺得說 你可能沒有青春的肉體了 對啊 不要覺得過三十就不行 三十人生才是起跑點 而且你看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姐姐耶 真的 所以姐姐的魅力很大 就是我 我昨天 我今天聽了我媽媽跟我講 她說 我有個親戚 然後她最近 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對女朋友 大了她十歲 哇好勵志 她很勵志 然後她就說為什麼 她說因為她也交過年輕的女生 然後可愛玩 然後就不合 可是這個年紀比較大 力量比較多 就給她很大的安全感 然後也讓她覺得很喜樂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女生第一個就是說 不管幾歲 都要相信自己很迷人 然後值得被愛 然後你也可以好好愛自己這樣 那另外一段就是選擇很重要 剛剛女王講的 對就是選擇很重要 其實我以前也交過一個 比如說條件很好的男朋友 比如說律師這種的 很多 可是呢 很多的 她一年到頭都很忙 她都沒有時間來看你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她根本 她其實就是不夠愛你 對 其實如果她夠愛你的話 其實不是真的很忙 真的 她就是 在忙 她都會找出時間來看你 你們應該很常遇到那種女生 會傳訊影片跟你說 什麼我男朋友一兩天才會聯絡我一次 然後她都說她超麻煩 然後她們就會開始騙自己 一兩天還算正常 對 她們就會騙自己說 就是你直接點出她的問題 她也會騙自己 然後一直一邊騙你說 沒有啦 她真的很忙 然後那時候我都不在那裡來問我幹嘛 她的LINE可能壞掉 沒辦法 對 或者說她的事業可能做很大 可是我真的覺得 當一個男生真的愛上一個女生的時候 其實她每天 她都會想跟你說說話 她都會想跟你說說話 然後分享 你對她來講就是 重要的一個心靈的存在 就像上次的時候 你可以回檢訊 真的 所以沒有太忙這件問題 只有有沒有心這個問題 真的有 真的有沒有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選擇很重要 就是選擇一個愛你的男生 然後你們兩個 會很用心的經濟這段感情 其實你就會快樂 對 就可以選點金句 記得記起來 然後你真的 我覺得選擇非常重要 選擇很重要 對啊 因為她不是說 就是女生嫁對人 就是再次投胎嗎 真的是再次投胎 我真的相信 我也相信 你看 我現在投胎一次 投胎一次 你看 你看 她女王現在多美麗啊 沒有 沒有 那老公顧得好 對 選對一個 真的被愛滋潤的女生 那個看起來散發出的光彩跟自信 她內在她很有安全感 對 然後她也很有幸福感 嗯 然後我覺得她做什麼事 她就會覺得 她很有自信 她很有能量 對 但是你不用一個心拖累在那邊說 我男朋友 我老公 對 然後你今天不知道你有沒有在跟其他女生戴嗎 好累 然後你就是不夠愛我真的很累 你完全沒辦法專心去拼你想做的事情 完全沒辦法 所以其實女王是不是很多人妻就是說 老公不愛她或什麼 然後為了小孩 這樣囤潤 對 很多對不對 但是我會覺得 然後為了小孩 我周遭也很多 為了小孩囤潤15年20年也有 天啊 然後囤潤到後來就是 胸部長東西 沒有那個都會生病 對那個都會生病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對小孩是不好的 的確 我覺得小孩不一定要你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想跟所有的女粉絲說 對 如果你在一段婚姻當中真的不幸福 就是千萬不要再為了面子 為了小孩委屈求全 對 你可以找一個好的女婿 找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人生太 才一個女求女 人生太短暫了 就是 不要為別人而活 的確 真的要為自己活一次 因為我最近我阿嬤過世之後 我感受很深 就是 你總以為你還有很多的時間 對 你總以為你還有很多的 就是未來 但有時候真的沒有 可是有時候神神不知道 把你收走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不要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傳統婦女 或是很多媽媽 她的重心 她的人生都為小孩 對 的確都為小孩 但其實小孩會有壓力 對 所以 我覺得就是要看女兒的書 就是 現在有很多勇敢的女性 對 而且我覺得看書真的很重要 像我們每次這樣也可能感情 因為女生多少感情 你們一定會有一些波折跟低潮性 這時候就需要一本很強而有力的書 幫你搭新 你看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充滿能量 就是 對啊我到底在幹嘛 我到底在想什麼 有時候會鬼打牆 真的會鬼打牆 真的會鬼打牆 然後你需要一些很直接的那種 狀態 對 可是女王我看你那本書啊 我自己有覺得就是 你的文字啊 可能加上你自己的成長 它更有生命力的耶 就是 那個文字的感覺就是 就是 看了你的書就覺得 好像女王在你旁邊跟你講說 你要加油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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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見證 然後你就會相信說 你不是只是一個空產 對 那算下的事情我年輕都做過了 真的 我好想聽喔 真的可以要講三天三夜 對啊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要對自己有信心 就算你在慘失戀 沒有人家甩你或怎樣 你就要相信說 你只要過了這關人生就更美好 對 我覺得那個信心很重要 對 而且其實搞不好 搞不好你會真的 你有寫過嗎 搞不好你有感謝這個前男友 對啊 很感謝他 很感謝他 這感謝他當時不要你 真的 感謝我真的是跟你分手 但我現在過得多慘啊 對啊 真的 對 如果他不是對的人 搞不好你嫁給他 你每天以類洗臉 然後他每天不回家 對 一輩子的痛苦 你看最近不是有一個 嫁給了什麼豪門嗎 然後老公半年不回家 不回家 對 有錢 窮都只剩下錢嗎 對窮都只剩下錢 然後後面還有很多人都說 一個月有五十萬多好 可是現在一個月五十萬這種 空虛的 其實我覺得錢自己可以賺 對 可以努力賺 但是幸福跟愛情 我覺得這樣太空虛了 對 真的太空虛 對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安全感也可以來自於賺錢 對 我覺得女生要有經濟能力的話 因為很多女生都是因為經濟能力 綁在男生身上 如果你沒有經濟能力的話 你可能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你就要看他臉色 然後就會被刁難 然後被羞辱這樣 講麻煩一點你伸手要跟人家 對 所以我覺得女生不然怎樣 還是要有自己的收入 或者自己的理財經濟能力 你就可以過你想過的生活 所以其實像我們剛剛說就是 安全感來自於自信 因為我覺得心塵像一個就是 如果你有破口 這破口是來自於你沒有安全感 你對方怎麼補怎麼倒 你都會從那裡面去流出來 所以像剛剛你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要怎麼讓自己有自信 一方面就是經濟的安全感 對 然後一方面是 我看很多女生他們的外表狀態 可能就是他們都沒有好好的打 可能身材啊 或是皮膚或是 也不會去學 可能他們就會一直抱怨說 就是覺得外面女生都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可是有時候你真的要對自己的外表狀態負責 你不用好像美若天仙或什麼 可是你把自己的外表狀態 就是維持在一個還不錯的狀況下 你對你自己真的也會比較有自信 我很難真的是我自己狀況非常糟 然後我還告訴我自己說 我很美然後我很... 就是可能要運動啊然後要維持啊 對 可是這還蠻重要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追求到 好像你一定要女生 不用變超級名模啊 沒有沒有 但是就是你要自己看起來 有時候我覺得打扮不是為了男人 也不是為了別人 而是為了自己才開心 自己開心 對 賞心願 不然你每天很邋遢出門 你自己也會覺得說 天啊我怎麼會變這樣 就這樣你照鏡集的時候是開心的嘛 對 就是照鏡集的時候 其實我常常會有一種 那種照鏡集的感覺就是 我每天都會說 啊我怎麼這麼可愛的 我都會自己這樣 然後有時候還會自拍給朋友 然後傳給她說 欸你不覺得我今天早還蠻好 女孩都會嗎 有有有 像我現在有在運動 然後就是維持 其實我比二十幾歲的時候身體狀況還好 所以我就會很喜歡現在的狀態 自己對 對所以我覺得還蠻重要 所以好那 我覺得那真的是女人話題真的是了不完 對 對 要講那很多可以講 可是我覺得現在應該先解答一下 我們剛剛的那個結果 剛剛那個心理測驗的結果 然後剛剛是你先選的吧 你是自由式對不對 自由式 然後這邊它其實是一個 三十年經驗肢體語言專家 叫什麼Patti Wood的研究結果 然後你來看看有沒有準 就是喜歡自由式 它是 嗯 它其實有緊密的關係耶 而且在這段感情中 非常有安全感 讓彼此都有獨立的空間 就是你們 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就是你們 對真的 所以就是 自由式 我覺得真的不錯 因為有時候你看那種自由式啊 大家都背對背啊 或什麼 你就會想像林俊傑的背對背 有抱好像兩個人感情不好 不過其實不是 其實只是想找一個舒服的睡師而已 對 而且不用幾年在一起 你還是知道對方是愛著你 對對對 我覺得安全感最高的境界就是 他很想吃 他想知道湯匙是不是 他說 他說從背後擁抱的一方 對於另外一方全面的保護 代表完全信任的對方 哦 對 你是說我完全信任的對方 沒有抱著你的人完全信任 抱著你的人完全信任 抱著你的人完全信任 對 這樣也不錯啦 這樣也不錯 就是 可是真的彼此信任還是很重要的 對 然後像我自己的EV是就是 這通常與熱戀起 或是重量愛火的情侶 是充滿照顧跟保護的知識 嗯 然後這樣的知識也代表了 高度的信任跟親密 欸我發現我們選的都還不錯 就是有很高度的信任 然後跟感情是好 可是我剛本來想說 欸我們三個選擇好像都是好的 是不是沒有不好的 我後來有看到 有不好的 有不好的嗎 對 像剛剛第三種的佔據師 可能就是一個人他可能 因為我遇過有一些男生 佔據師是怎樣 是把床佔領的嗎 對 他可能就是騰大陣子 然後女生一個人小小在旁邊 這樣子縮著睡覺的那種 然後這種 這樣子的人往往比較自私 對 然後一方獨佔的大部分位置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小的 就是縮在那邊比較小的 他是次要的角色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想 成為感情的配角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可能 太愛對方愛到沒有自己 對 所以就是那一個可能被捧在那邊的王子 就是很比較自私 然後比較為自己想 就是你比較都要配合他啦 對 所以如果選到這個人 就是你們自己去想想 但也不一定完全擺不擺準確 不要他們就分床睡了 我久了真的會分床睡 所以覺得睡不好 你自己想一想就是 你可能在感情裡面 如果你們的姿態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感情就是要你對我跑 就是互相 有時候我多愛你一點 有時候你多愛我一點 然後才會取得平衡 可是如果永遠是一方 我愛你比較多 那感情真的會很平衡 那很辛苦 而且非常的累 而且非常的累 對 然後最後一種就是交纏式 我看到交纏式的圖片 就覺得 交纏式是這樣兩個人這樣 就是兩個人這樣 面對面抱在一起 不會覺得很熱嗎 然後那個心 這個是熱戀情 應該只有在開始而已 對 他說有些情侶一直保持這樣的狀態 可是這不一定是件好事 可能陷得太深 過於依賴對方 而無法分開 我覺得這其實應該可以看 那種熱戀的小情侶 然後因為我們也知道 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你一定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然後比較想要 把對方二十四小時都綁在一起 對 好可怕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方面可能可以說是 就是你們可能目前都很深愛對方 就是你們現在那個熱戀情 對 一方面也可以說就是 你們可能要去調配一下 就是你們兩個現在是眼裡 就只有對方 可是身邊什麼東西都不管 對 愛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對 對 不是生活的全部 可是你剛開始很容易年輕 我們已經過了那個 真的 對 現在覺得 嗯 錢也很重要 事業也很重要 都很重要 然後夢想也很重要 真的都很重要 就是我覺得年紀越大 你越會想說 真的是 就是我不想再讓不好的愛情 來浪費我的時間 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耶 其實沒有時間浪費在不值得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也不一定要有愛情啊 如果沒有遇到對的人 其實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對 真的現在都說就是寧可單身也不要講 對 很多 以前那種媽媽啊 不是都是 我們都會說那種媽媽都是 你會一直吹的那種 快要三十歲 趕快這樣子 可是我跟你講現在媽媽都不一樣 現在媽媽很多 因為他們在婚姻裡面受苦 因為他們過苦過的 苦過的 我媽媽還覺得說不要結婚比較好 對 他們都說如果真的 你沒有 就是你沒有遇到好的 你不要自己 對 在家的婚禮這樣也很好啊 因為你們你真的知道那種 我寧願沒有愛的人 可是我自由自在 我很多單身女性 然後我過得開心 我也是啊 我好多朋友 他們沒有結婚 可是過得好開心 過得很開心 對 然後就是 有時候別人眼光 真的不是這麼重要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 你真的覺得不要結婚的時候 可是你要有自己的經濟能力 有自己的社交圈 對 然後有自己足夠的 就是夢想去支撐 沒錯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會過得很快 對 才會過得很開心 對 就是 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好 但如果有 遇到對的兩個人更開心 更開心 對 沒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 女王跟Selina 謝謝 然後記得喔 在下面留言女王新書的名字 三本 那個非常非常好看喔 女王還會親筆簽名 謝謝 好 那女人畫畫世界 下次見囉 掰掰 我想看你們 我還是喜歡小時 你下次見 小學生 你是給我 你是給我 這剛才 你也沒有 我 可以 可以